每个人都吓到说 你三四十年都没有剪过头发 我剪过两次 一次是离婚一次是儿子 我的人生已经够呛的了 很丰富 迪英断十五年长发解谜 乐当儿宝改名刻坏脾气 迪英的人生确实够丰富 也充满离奇 为了儿子一句玩笑话 不美就此 曾经挤药的长发 也一并说拜拜 那边很干嘛 那我头发又很长又很多 所以每次在吹头发都要吹很久 但是我真的没有 没有心情去整理我的头发 我在那边八个多月 不化妆不擦保养品 我现在是溯源 一点妆都没有 擦一点唇蜜 四季都碰到了 连下雪碰到了 所以我带去的衣服都不够穿 都是我们的那个 帮助我们的人 我跟我老公做到 父母该做的事情 就陪伴 八个多月跟我老公 完全沦沉在一起 原来我们两个默契这么 这么强 我突然想到要牵他的手 他可以刚好想到要牵我的手 例如我们要讲一句话 两个同时讲出同样的话 那大家说我 他比较会偷偷地哭 因为他怕我担心 因为美国的事情 才发现说原来 我们互相都很需要对方 一生最爱的两个男人都在眼前 还有什么好怕的 关于外界说他溺爱孩子 这些舆论 当然也不算什么 哪一个妈妈不爱孩子 所谓的溺爱 你来告诉我 什么叫溺爱 你看我儿子 他有穿过名牌的衣服吗 他有开过名牌的车吗 你看他吃的 那一套衣服 怎么穿 到现在还在穿 他们违格的裤子 他不是一个就是 要吃好的 穿好的 要背好的 什么都要用好 他不是那样的孩子 他是很朴实的一个孩子 我是家里的黑脸 我在打我儿子的时候 我老公都不敢看 他躲在厕所 后来我根本都不用打他 我只要叫他名字孙安佐 他就 他什么时候从设法 改成孙安佐 他是从 我跟我老公又复合的时候 我的名字也被改掉 我本来的本名也被改掉 他说里面有脾气比较坏 把他改成林嘉询 所以会比较温柔 显然好像无用 从虎妈渐渐变成慈母 在敌影眼中 安佐永远都是个孩子 我们有一次很好玩 就下着雨 我们只有一把伞 那一把伞呢 我们两个就是要靠很紧嘛 那我就很自然的牵着他的手 他也很自然的牵着我的手 然后在等红绿灯 等着等着他才发现 妈 你干嘛牵我的手 我说 我是你妈 我牵你的手很正常啊 他说 等一会被拍到 人家一会说我是妈宝 我现在变儿宝啊 很多事情我都在请教我儿子啊 因为他比我聪明啊 雨乐动新闻报道 来爆料 每月有赏六十万 一经录用线报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 每周点击率冠军 奖十万 月冠军再赏二十万 你敢爆料 我敢给钱 感谢观看